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发光物 发光体在空中缓缓的移动 尾部似乎有像火焰的光芒 随后就慢慢消失在夜空中 相关的影像在微博上面疯传 有网友就表示 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幽浮吧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包括山东省 山西省 河南 河北等省的民众 在2号的清晨4点半左右看到了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而南京紫金山的天文台专家认为 这个物体可能是有人射上半空中的 因为它有喷出雾 头部是自己发亮 加上物体的光影形状都不像是自然的天体 而另外根据中国海事局的消息 2号凌晨2点30分到中午12点 在渤海以及渤海海峡内有执行军事任务 船只不允许驶入 有网友就表示 这个不明的发光体很有可能是中国当局发射的火箭